大統公司製造的食用油爆發了混餐低價油風波之後呢 一大早就有民眾提著家裡還沒有用完的食用油到賣場裡辦理退貨 消保官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只要憑著油品的罐子或者是發票收據等等 都可以到各大通路來辦理退換貨 國內食用油大廠大統公司爆出混餐低價油及同業綠素事件後 目前全台各大通路也開始將大統所製造的油品全面下架 並接受一般民眾退貨 消保官表示消費者只要憑油品的容器或購買發票收據 就可以到各通路超市大賣場等地方辦理退貨手續 另外由台唐委託大統代工製造的葡萄籽油也驗出摻雜低價的葵花油 台唐也立即宣布這款油品立即下架 跟消費者的辦理退貨同時也向消費者來致歉 我們會繼續嚴格把關 大統食用油爆出造假風波 目前相關產品已陸續下架 不過已經被民眾吃下肚的油品 會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以及未來後續的賠償問題 消費者也會協助民眾處理後續事宜 UDN TV綜合報導 在一起,大家有期待會議 但請方請,按照顧 記住,按照顧 請,按照顧 ,按照顧 ,按照顧 請,按照顧 本集,按照顧 按照顧 按照顧 按照顧